當然今天來的會不會全部漸漸 我都不肯停 但我相信都是我們很核心的支持者 很短時間知道了 就馬上可以來到 也有這個數字 當我們那個具體的時間 講得更加清楚的時候 我相信起碼在一開始的時候 遮盲的數字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到 但你說那個延續會不會繼續 大家可以留多長呢 這個時候要看一下大家的堅韌度有多少 其實到現在 問題都不是在和平佔中那裏 在和平佔中我們做好我們準備的功夫 其實現在的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市民 每一個香港市民現在去想一想 你認不認為香港人是要為民主 要作出一些再多限的一步 就是去到公民學名 還有就是你自己不願意去 為到這件事去公民學名 我想到最後有多少人來 就反映到香港社會對於民主的訴求的強烈 我想所謂誠與敗其實不是在於和平佔中的組織 而是香港市民的決心那裏 所以我是不常心去看一件事的 人多又是這樣佔 人少都是要佔 因為主要是我們要顯示出 我們對於民主保存的決心 還有我們自己 就是起碼我這代人 或者是剛才的學生 或者是有其他的 就是這班人我們自己的決心 其實不是所有人都收到請帖嗎 其實請帖就 這些都不用特別寄給你的 總之你知道你有興趣來就可以了 你知道的日子就有興趣來 遲些會慢慢的日子會更加清楚 所以我講得清楚 你開始變成了一晚就成熟之後 然後就考大家的硬力 因為留在這裏的時間越長 就是對每一個人的考驗度會越高 要求越高 我想我不會有一個怎樣說 就是要要求大家的決定 其實這個始終都是香港人自己的決定 不是佔中三子或者是黃佔 就是我運動自己可以去決定齊意氣 每一個香港人大家覺得 願不願意為民主付出多少 這個就會影響到我們整個行動的運作 但是我最希望大家能夠堅守非暴力精神 就是無論如何 大家來到的時候都是以一個非暴力精神 來去進行所有的行動 會在一個短時間完全是我們沒有預計到有這麼多市民來的 我相信有很多市民可能是都不知道我們今天好 就是之前我們都不知道有今天的行動 就是剛才走的時候都有人說 我這些人都不知道 知道他都會來的 可能是會有更多的人 今天都控制不了 你都沒有預計到 那數字會不會 超出他們的數字 這個是一個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如果那個人數是好像遠超過我們想像的時候 那個處境 我想我們都要想這個安排 但是我想現在我們都是盡我們 我們所有的能夠公民社會的力量 去組織起那個協令行動 還有確保它是安全和和平的 那你說一下大約你們五公人 都有不同的團隊 有不同的團隊 有法律團隊 所以他們不是直接製造於和平的佔中的 即是他們只會配合和平的佔中的工作 我想各樣的工作幾百人